距离南韩国会的选举最后倒数8天了 而北韩却选在今天清晨试射集因素弹道飞弹 这也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射弹了 南韩总统尹锡悦批评北韩挑衅 试图干扰南韩社会 不过现在尹锡悦在国内有更大的危机 那就是全国上万名实习医师持续的罢工 而且情况越演越烈 尹锡悦周一对全国发表谈话 坚持医学院必须要扩招2000人 来改善偏乡医疗的问题 应对高龄化的社会 但是他也表示说 如果有其他合理的方案 政府愿意谈 不过医界并不买单 连医学院的教授也开始在学校提辞呈抗议 台北时间2号清晨5点53分 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弹道飞弹 最高高度约100公里 飞行600多公里后 在日本经济海域外的日本海落下 是今年第三度射弹 南韩军方初步研判 试射的可能是极音速飞弹 上个月18号 北韩进行短程弹道飞弹 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射击训裂 射程可覆盖南韩全境 当时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也到场指导 隔天官媒再宣称 成功进行中远程极音速飞弹 多极固体燃料 发动极地面点火试验 这次可能就是在之前测试的舰体上 搭载极音速武器 这种飞弹发射速度更快 拦截难度更高 一旦研发完成 将可达美国太平洋军事枢纽的关岛等地 对美国基地构成更大威胁 北韩动作频频 南韩总统尹席批平壤不断挑衅 干扰即将大选的南韩社会 不过这恐怕还不是尹席院 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全韩一万两千名实习和住院医师 大罢工已经六个星期 大学医院被迫取消数百件手术和治疗 周一尹席院针对医学院扩招和医疗改革 对全国发表五十分钟谈话 表示只要一届提出更妥当合理的方案 政府随时都可以坐下来谈 不过大韩医师协会批 隐习乐谈话内容毫无新意 纯属城墙烂掉令人失望 为了表示支持 部分医学院教授开始陆续 在学校集体提出辞呈 本周期也将减少门诊看诊量 把医疗资源集中重症和急诊患者治疗 隐习乐谈话内容毫无认为医生收入下降 且韩国医生平均收入是以开发国家中最高 而韩国医生与病人的比例 每一千人仅2.1位医生 远低于已开发国家3.7的平均值 民调显示 一般韩国民众大多支持政府医学院扩招计划 但在医改风暴越演越烈下 也开始担心医疗孔缺问题 对医症旷日持久的对抗也感到厌烦 这恐冲击下周国会大选执政党的选情 除了医改 外界也关注韩国第一夫人金剑锡 自去年12月15号访问荷兰回国后 就不曾公开露面 在大众眼前消失上百日引发热议 不过专家指出 这其实都是选举口梁 现年51岁被外界誉为动灵的金剑锡 从抄袭论文操纵股价到收售名牌包 争议丑闻一个接一个 更被认为拖累隐习越支持度 根据韩国民调机构 隐习越施政好评率仅36.3% 连续五周下滑 负评率高达60.7% 执政的国民力量党 目前支持度35.4% 低于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的43.1% 体声的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